正大光明别下 大清卡斯达人雍正 已经戴好了假发 戴上了红领巾 整理好了表情 严肃地坐在黄金笼椅上 好几个时辰 外国的画师 正用油画技法 在画布上勾勒出珍贵影像 旁边的超长待机的李德全公公 在边上念着奏折 沈一基的请安折 那上来就是文成武德一堆屁话 对此雍正评价为 雍正言之无误 放一边去 别耽误我这业余小爱好 于是雍正皇帝就在历史上 独属于他风格迥异的画像 有画身李白 有揽名山大川 有洋装猎虎徒 四爷您这五粒直猎老虎是费劲了 猎个哈喽Kitty还凑合 还有画身胡商调戏山林猴子 最后是本场戏的出处 雍正戴着假发卡斯洋人的自画像 雍正坐的屁股有点痒 开始询问有没有礼服的奏折 老棉袄张廷玉当即凑了过来 有有有 刚到的新鲜的折子 雍正把头套一摘 快让朕看看有什么好看的 几个歪果人画师退了出去 那讲话了 出门在外 给皇帝打工 每天画几笔 对得起雍正开的工资就完事了 管那么多干啥 雍正看着奏折问出了一个问题 礼服到了河南干的咋样呢 张廷玉 不妙 我大清又要不妙了 一大群秀赛们 已经把总督府衙门给团团围住了 说啥都要找总督田文静唠唠个 田文静 你们不在书院读书 准备参加河南的乡市 到这来干什么 面对老田的历生质问 这些个秀赛们 却一个个垂着手不说话 老田这些年抄家 罢官 杀人啥事没干过 他还怕了你们一群秀赛了 他是刚刚忙完了黄河河堤上的事 急急忙忙往回赶 但是该说不说 老年那真是万万没想啊 还居然真有人跟他唱反调 张熙 请问这台大人 中了举人干什么 田文静扭过身子 老子康熙朝买的官 我怎么知道中举人干什么 你谁啊 哪个府的 这人穿着暗红色丝绸金扣长卦 突出的就是一个有恃无恐 请田大人先回答婉生的话 田文静 连中了举人干什么都不知道 还读什么书 求什么功名 这红衣袖才不卑不亢 我们读书自然是为了出事当官 现在哪怕是出了事又能怎样 罗振邦罗大人 黄振国黄大人 还有汪大人 包大人 马大人 他们可都是康熙48年的进士 同期同学 就是不愿意推行你的新政 就被你一勺会全给告了 差时间 整个秀才集团找到了主旨 齐齐高喊口号 抵制官身一体新智 恢复罗黄大人官旨 田文静气得指着他大骂 田文静 告诉我你叫什么 红衣秀才心有波涛 面如长色 晚生张希 田文静徐子醒了 你们闹吧 闹事的通通 给我把名字记下来 等记完名字的田文静 气得直接要去找主管学刹的陆生南 他是扯着脖子喊 而陆生南却笑出了声 陆生南 田大人 你先看看谁来了 田文静 巨来凶啊 你怎么也不给我信啊 礼服 一光凶啊 你也瘦了 原来礼服已然到了河南境内 这礼服坐定后 田文静也不磨叽 巨来啊 我交代一下公务 一会儿到我屋里 咱俩边喝边闹 说着把名单一掏 陆大人 只有两个声援的名字 你出个榜 把他们功名极了 瞅着陆大人 揣着明白装糊涂 田文静把窗户纸也捅破了 他们先找的你 你还问我 这些秀才和举人 可都是你的职权范围内的 这事闹大了 面子上过不去 言外之意 皇帝知道之前 咱俩把事给解决了 你要这么说话 同为近世出身 对新政本来就有点看不过去的老陆 可就要小到拉屁股 开始了 陆生难 你把他们的父亲兄弟 全用鞭子赶去修低了 把他们的恩师也免职了 他们有怨言呢 要是闹出事来 面子上第一个不好看的 只怕是你田大人 这一番推诿 属实是在田大人的新田里点野火 他是裤擦擦站起来 说来说去 你小子也对我推行心政不满一事吧 眼瞅着两个人 要把房顶给炒翻了 礼服出来打圆场了 他先是叫住陆大人 你去把那些生员都叫过来 柔性劝导一下 到总督府闹事 成何体统啊 接着又对田文静说道 田大人呢 这都是生员们不懂事 教训教训就算了 隔除功名 咱们就不要了 田文静 好 这一次就算了 若有再犯 你不隔他们的功名 我上折子 请朝廷集他们的功名 一场风雪 席卷河南 礼服和田文静 却迎着风雪 走在小树林中 这两个被雍正寄予厚望的大臣 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意见 迎着风雪 礼服首先把自己的想法 度给了田文静 罗震帮他们不过是为了读书人说了两句话 这点字不足以罢官免职啊 简单一句话 就把自己的立场到明了 接下来他又站在学历的制高点 对着田文静指指点点 老田呢 不是我说你 你派去几个鼠里 他们的都是建生出身 都是买来的功名 你这是什么 你这是政治不正确啊 摆明了跟近世出身的人过不去啊 我们尽是出身的人跟奸生出身的人能一样呢 世身呢 可是整个国家的元气所在 作为清流领袖 礼服对于传统世身和官场制度 是打心眼里不愿意打破的 那讲话了 寒窗苦读十年 不就是为了功成名就 你现在让我们跟老百姓一样 交税当差 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面对礼服的说辞 田文静反问 世身是国家元气 难道不是国家的弊病 官官相护 师生相护 同学相护 整个大清官场 都要成了一个诺大的人情网络 还有人甘之如頤 当然这些把持着上升通道的人 还会给这个情况 找一个唯妙唯孝的说辞 美其名曰 人情世故 礼服一听 可就不乐意了 世人的脸面大于性命呢 你我要是下野了 被官府撵出去修河堤 背石头 你能乐意 田文静说的是义正言辞 读书人为的是天下设计 求的是天下苍盛 当我回了老家 说出官差就出官差 绝不含糊 礼服却说出了 此刻大清官场 无数读书人的心声 你先做一代名臣 可你别把别人路堵死了 那么多人考取功名图个啥 不就是混个袖子 混个功名 图个不当 差不难凉吗 田文静 绕来绕去 你总算给我绕出一句真话了 你想参就参吧 礼服 这样说 你是一意孤醒了 田文静 我又没有近视的童年 也结不起什么蓬当 不孤醒怎么办 礼服 我倒要为天下读书人 争个脸面 言罢了 礼服拂袖离去 走了一半 还不忘回头指着田文静 礼服 田文静 你TM一个贱生出身 凭什么在这儿耀武扬威呀 你是皇上宠臣 我也不亚于你 咱们各自上折子吧 甚至对着蒲从就来了一句 这儿臭气熏天 言外之意 你什么身份呢 你配吗 这礼服的奏折刚交上去 上书房的八王爷可就洗死了 这可太可乐了 他召集好兄弟们一起斗地主 老九一听这个 当即眼前一亮 好机会啊 八哥听我一句劝 咱们直接掺回一脚 狠狠地干老四一炮 老十虽然平时刮 但这时候也机智的一批 十阿哥硬额 没错 咱们这口窝囊气 已经忍得够久的了 八爷塌了口气 站起身来 我原以为你老是张开嘴 必有高论 没想到就是为了出口鸟气 老十 听你八哥一句劝 出主意这事不适合你啊 你把握不住 让你八哥来 说话见 老八洗了洗手 背过身 突出一个气度悠然 这事啊 咱们不掺和 咱们一掺和 他们反而就不闹了 说白了 八爷就是要用青流们的刀 对着雍正的心窝子 一顿输住 同时老八 也在这个时候 正是开始了对龙科多的攻略行动 八爷印刺 九弟啊 你去找一下龙科多 倒卖田地 他肯定会有兴趣的 此刻的小多子 是肉眼可见的 远离权力核心 在军机处 那几乎是说不上话 更何况他儿子 又整得出狠活 我爸龙科多 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而小多子也不介意 通过买卖田产赚一笔 一来二去 跟八爷党搭个上也在所难免 抛开八爷的暗中谋划 礼服也已经赶到了北京 刚到地儿 就来到了三爷府上 三阿哥印纸 好好好 上好的鸡血石啊 难得的好东西啊 对于老三爷来说 这礼服的礼物是个好东西 不仅通透 而且又文又雅 老三呢是相当喜欢 可沐下老大哥还在挖土豆 老二哥还在天天造人 只有他还没有翻车 所以这礼物虽好 来历就很重要了 礼服也知道老上司的意思 笑呵呵地表示 这是我从一个晋商这里拿的 老三爷赶紧表示 这使不得使不得 皇上现在严抓起物 据来啊 你可是大清官 我可不能害了你啊 礼服呢可是有备而来 他开始讲故事 为了这方鸡血石啊 他花五百两银子 晋商不卖 他拿典藏版百书 人家不要 最后是人家父亲去世 让礼服写了一篇木质名 才换了这一方鸡血石 故事挺好 但多少沾点美化成分 这一套操作下来 这鸡血石的目的 就显得不重要了 这故事是不是就沾上了 孝子故事和君子好物 取之有道 所以才有了老三爷的一句话 三阿哥印指 礼服的一篇木质名 换他这方鸡血石 他也不亏呀 这一通操作下来 这鸡血石的颜色 也越发雪白 老三爷收的心里 就踏实多了 接着礼服才跟老三爷 说起了工作上的事 说他回到京城 面见了皇上 两个人是坐在上书房 咔咔聊了一晚上 全都是田文静的事 这老三爷就有话说了呀 据来啊 你这官还没做通 你是直立总督 田文静是河南大员 老田做事在过分有意识 有河南官员管着他 你参谈 我四弟心底能不犯嘀咕吗 眼瞅着老三爷是不帮腔 礼服也指得 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 礼服 田文静对读书人太可可 在河南把我几位朋友整惨了 老三爷依旧不答话 他给礼服递过了一杯茶 建议是 这事你少掺和 你看我这几年 头型都不敢换一个 生怕容易老十三 所以他这时候按下礼服 也是给礼服传递一个信号 这里面水太深 你把握不住啊 三阿哥印旨 四弟这个人 我了解 小心把你打成捧党 而为啥老三爷 会这么劝礼服呢 还得让雍正自己来说 军机处内 张廷玉统计了一下保罗一党 一共五十六封折子 带着眼镜的雍正 针对轰轰烈烈的岛田运动 发出了质问 雍正 帮田文静说话的呢 有多少件 这话的前台词 才是老三爷真正想说的 尼里夫以为 自诩清流 办事效率高 为官清廉 实质上推行新正 推三祖四 扭扭捏捏 本质还是世身阶层的 清流领袖 而老田是雍正 最信得过的孤臣 刚之不恶 行动果敢 杀法果断 尼里夫以为 你参老田 是在跟老田斗访呢 实质上 你是直接在跟大清皇上对抗 雍正呢 可是出了名的户短 和小心言子 这时候 谁才老田 谁倒霉 此时 雍正一瞥 呦呦呦 这不是小多子吗 不抽烟了 来说说吧 该有个啥态度 小多子是明白事的 当即支支吾吾不说话了 所以还得我八夜出面 做一下人设工程 我觉得咱们得驳回 田文静的折子 恢复罗振帮他们的职务 张廷玉 总督参下属官员 朝廷赵立士 不该驳的 龙科多 真要是总督错了 那就应该驳 有了老棉袄 张廷玉的铺垫 裁判雍正亲自下场踢球了 雍正 你怎么知道 是田文静错了呢 小多子到底是 跟老九做生意了 说话倾向 已经偏移了属于事 那要是总督没做错 至于这么乱吗 许久没发言的深海青奸 马其也表示 既然都说河南乱 不如派个人稳定局势 不然到时候 河南考生罢考 真要是那样 可就害人听闻了 雍正 立刻派人去 绝不能发生罢考的事 叫保亲王红利去 刘墨林随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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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